记者正经以台北报道,花莲退休警员昨日陈抗时,涉嫌殴打四名记者,遭提告伤害,今日被中正义分局传唤时不满收到通知书,与其于抗议群众包围冲撞中正义分局,带头的花莲退警协会理事长李孟平,过去就曾经涉嫌在市大运开幕式闹场时拉扯护栏,推及警方, 造识警方眼中的问题人物,据了解,中正义分局从搜证影像中,便使出花莲退警协会中有三人涉嫌昨日殴打电视台记者,今日发通知书给花莲退警协会三人,李孟平本来今早要带队坐公车回花莲,得知协会成员收到通知书,竟直接带队从京湛沙回青岛东路,会同其余抗议退警包围冲撞中正义分局。 李孟平控诉,中正义分局要找他们去泡茶,不让他们回花莲,是违法的举动,据了解,中正义分局禁发通知书让三人签收,为强制拘留三人,更没有制止李孟平等人回花莲。 李孟平及退休警察总会理事长耿济文,在现场遇到前中正义分局长,现任大安分局长周焕星,还当场白老,强声说我以前当分局长,你就我的警备队长,你现在摆那什么脸,十分嚣张。 李孟平与警方推起拉扯完毕后,还对媒体表示,我们没有打警察,不认有激烈举动。 目前收到通知书的三人,在抗议群众离开中正义后,自行前来中正义分局做笔录,由警方问讯中。